獲得文化部藝術家簽證的陶藝家布蘭恩 米薩維奇 在宜蘭投城的沿海小鎮居住 他會在海邊撿石貝殼 還有廢棄燈具等物品帶回家 利用廢棄物的特殊紋路 雕刻在陶藝作品當中 除了是要分享他所看見的環境 同時他也認為 每一個海廢在海上漂流許久 都承載著許多的獨特故事 應該要被記錄 一雙小手將黏土拉成一個瓶子 然後拿起在海邊撿來的繩子 印在瓶子外當裝飾 來自美國的陶藝家布蘭恩 米薩維奇獲得文化部藝術家簽證 與工作夥伴林小沛 一起居住在靠海邊香投城竹籃 他將收集以來的海廢融入陶藝作品裡 除分享他所看到的環境 也認為每一個海廢在海上漂流日久 都承載獨特的故事 應該被記錄 布蘭恩米薩維奇評審喜歡到投城海邊散步 剪食貝殼與廢棄燈具 在手拉胚時用海廢上的特殊紋路壓陰在作品上 且他做陶藝的黏土 有些還是在投城山區土手挖掘 陰土鐵質含量高呈現鮮紅色 這些都是他作品的獨有特色 這些淘土記憶 布蘭恩米薩維奇也在偏鄉 傳承給下一代 他在大理國小上淘土課 要讓孩子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家鄉與土地 以及陶藝之美 布蘭恩的工作夥伴林小沛就是投城竹安在地人 他說竹安從小到大都沒什麼變化 希望他和布蘭恩可以透過藝術專才 讓更多人看見家鄉單純美好的一面 記者林靖倫藝蘭報導